在日本皇室家子公主算得上是一股清流 她曾因清纯的长相 和可爱的五官获得了不少王氏粉的追捧 在国外她甚至有日本皇室第一美人之声 而她最近的牙医男友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自从真子公主结婚以后 人们一直在关注家子公主的恋爱状况 很多人都十分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成为家子公主的心上人 冲 前段时间家子公主与牙医约会的消息被传了出来 不过有始至终 人们都不知道这个传闻的真假 这个男人到底长什么样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新闻首先是由日本媒体 女性自身报出来的 而详细资料也是由这个媒体曝光的 和以往不同的是 其实媒体已经掌握了牙医先生的背景 甚至是邱小公与先生家庭之间关系 还有家子公主出现在私人门诊的相片 禁不住八卦的心灵 好奇的网友还是将这位先生的家地挖了出来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 人们发现一位叫伊藤惠吾的男人 十分符合先生的形象 从图片上看伊藤惠吾健康又阳刚 这种优秀的外形极具男人味 从媒体曝光的资料来看 雷先生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便是在学习院高中毕业 和家子公主是同年级同学 第二点便是从医学院口腔专业毕业 喜欢兵上运动 而这位名叫伊藤惠吾的男人 曾是兵球运动员 最为重要的是 他是位于东京 西北布斯人牙科诊所的医生 2013年高中毕业的他 刚好和家子公主是同一届的同学 社交媒体上显示 他是学习院高中毕业 接下来的昭和大学的 齿学部和兵球运动员 都比较符合女性自身 所爆出来的信息 而伊藤惠吾的父母 刚好开设了一家 私人牙科诊所 通过地图搜索 我们可以看见这家名为 伊藤牙科诊所的地址 距离家子公主的居住地 赤板寓所也只有45分钟的距离 也就是说这个名叫伊藤惠吾的男人 是家子公主男友的可能性极大 我们先理性下过去家子公主的绯闻男友 在我们掌握的情况中 已知家子公主的绯闻男友 是家子公主的中学同学 还有大学俱乐部的同学 以及富士急行诸事会社社长之子 空内激光 和东京农业大学的公子哥 上述四个绯闻男友中 传闻只有东京农业大学的公子哥 与邱小公公夫妇见过面 也是在父母的允许之下谈恋爱 由于长着一副清纯而可爱的脸蛋 面部拥有豪满流畅的线条这种面 非常符合日本人 尤其是日本男人心中的理想颜值 所以家子公主在学生时代 非常受男生的欢迎 在校园时期 家子公主曾有过非常多的追求者 然而暂时交往是没问题 但如果说到终身大事的话 或许没几个人不会怯懦的 因为与皇室成员结婚 需要承受太大的压力 也正是如此 家子公主的好消息 才会迟迟没有下回 那么家子公主会不会和她结婚呢 如果一先生是家子公主的男友 他们结婚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由于两人是相识已久的同学 在经过了多次的相处之下 才发展成恋爱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感情 应该有着一定的坚实基础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先生性格温和 是一个沉温本分的人 为人热情重情也重要 这也不难怪家子公主会被她吸引 在很早之前日本媒体就说过 为了结婚 家子公主也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之下 其实父母双方并没有可以阻止 这段恋情的理由 但是宫内厅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是家子公主的婚姻 会对日本皇室的未来造成多大的影响 这是他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今 能为日本皇室服务的成员 已经寥寥无几 在没有能留下女性成员的条件之下 将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离开这座地狱 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地狱的角度 在这座地狱的角度 因为这座地狱的导致